什么酒后诗德 我们那是真爱 就冲你熬了几夜花的这心血 我是真佩服你的真爱 可是人家七姐不认哪 你说她都对我那样了 怎么能睡醒就翻脸不认账了 我就应该拿手机拍下来 当做呈堂证供 人家是少女心里都是诗 你是少男心里都是诗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 我又不是你七姐 大远 你说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就这样没戏了 戏呢 都是自己唱出来的 这么说吧 被拒绝了没关系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保住你在七姐家里室友的位置 不被赶出来就行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仔不怕没柴烧 只要他不是真正的拒绝你 你就可以用你的热情 主动 勤劳 来感动他 之后的事情就可以从长记忆了吗 有道理 是缓则远 只要他没把我赶出来 就成 搬 要马上能搬的 嗯 要求 也没什么特殊要求 一室一厅 进装修 最重要的是能立马拎包入住 钱不是问题 好好 好好 谢谢啊 嗯 我必须得让他搬走 他再不搬走 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来 嗯 方琪 我在超市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准备了ABC三种套餐 分别是炙烤羊排 红酒炖牛腩 怎么能为这种事所动呢 三种我都买了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好